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符合竹签刺伤的特征的话 那么就能印证你说的话 关露案和雪子案是同一凶手所为 死者头皮高度肿胀 处之可感受到骨擦音 敲之有破灌音 说明颅骨多处粉碎性骨折 颅底骨折 这样程度的损伤 足以导致重度颅脑损伤死亡 措裂创口周围有相边样挫伤带 创口成型莽撞 应该是锤类顿旗多次击打后的结果 死者颈部创口出血明显 是生活反应 这就说明这个巨大的创口 是死者死亡前而形成的 大量出血也足够导致一个人的死 创口两脚有七八条托尾很浅 多次切割同一位置 导致出现一个巨大的创口 而创口两端也形成了多条皮斑 死者左侧近动脉有破口 刺创伸达气管 伤到了生物门附近的软组织 这种程度的伤害 足以让死者失手 从动脉直达气管和食管 凶手的力度不小 会因部有大量的穿透伤 同样导致大数学 大量穿透伤 如果实践结果能够证明 符合竹签刺伤的特征的话 那么就能印证你说的话 关露案和雪子案 是同一凶手所为 合并死因 颅脑损伤 合并大出血导致死亡 等一下 对了 竹签纤维 我们先去一趟现场吧 我怕桓桓一个人 也补不过来 你们继续吧 现场交给我和桓桓 彪哥你回来了 陈主任跟我讲过了 现在人说紧张 我提前复工 我说紧张 那就辛苦你了 袭击我的人 跟你的身形真的很好 彪哥 秦明已经在积极配合调查 现在没有一条明确的证据 可以证明 秦明当时就是袭击你的人 你不用忽略他 是不是他我会调查清楚 无论是谁 我都不会放过 他就会做了 他在积枪中是一条明确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